短短几天上百位维权律师遭中共大肆抓捕 中国媒体称此次事件为710大抓捕事件 而这一波第一个被绑架的 就是北京著名维权律师王宇 他失联消息传开后 便如滚雪球般的 引发一连串中国网民及维权律师的声援 王宇律师被同行称为中国律师的骄傲 不仅曾代理多起著名维权案件 大量替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 更曾在6月公开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 我今天首先代表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 要求中共当局放人 放人 放人 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替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 维权女律师王宇 9日凌晨王宇最后留言 一家三口就遭中共绑架 随后网上发起SOS紧急寻找王宇 200公民签名声援死磕到底 当晚也有百位维权律师发表言证声明 中共遂连夜展开710大抓捕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 他长这么大个 但是却这么害怕他自己的法律 这么害怕他自己的人民 那必须要动用这样的手段 来去胁迫说 这些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 来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这些律师 你现在所逮捕的这些人 正是未来中国复兴 未来中国人有一天走出去 还可以把头抬起来说 当我们中国一片黑暗的时候 只顾向前看的时候 人欲横流的时候 我们中国还有这些人 敢站在正义站出来主持公道 哽咽不舍盼外界营救中国的希望 北京维权律师王宇 大量替法轮功辩护 曾参与2014年的建三江事件 今年6月更曾公开声援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控告蒋泽民 7月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法警暴力 拖出丢包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 朱婉琪沉痛呼吁国际营救 为了维持中国民众的尊严 为了中国依法治国的明天 不惜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 争取权力的律师 他们却赢得了所有中国人的民心 以及海内外的支持 这是中共用枪炮用利益 永远无法获得的精神 所以因此我们在此 再一次的向他们致敬致意 期盼国际笔照高智慎规格 尽力营救 朱婉琪并呼吁律师家属 参考高智慎妻子耿和 日前向中共两高投控告状模式 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戳破中共回光返照的 司法喊禅效应 向中国的两高来提告江泽民 迫害他们家人 在回光返照之际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以法律的控告方式 来戳破中共司法机关 这种寒蝉效应的做法 十年来越来越多秉持良知的 维权律师 面对中国最惨烈的人权灾害 勇敢对法轮功问题破题 随着速将大潮关键字 惊陷中国网路 将启发更多中国良心 滚雪球般的超越恐惧 对正义发声 新唐亚太电视 大家好张轩 台湾台币 怎么到 其琴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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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